好了 加强救护专业训练 花莲县台九县救难协会对部 办理了车祸救援的训练 熟练救援器材的运用 来提升车祸事故时的救援邪情技能 来强化队员救援的观念 讲师认真的在说明如何车祸内部脱困 这是花莲县台九县救难协会 对部办理的车祸救援训练 熟练救援器材的运用 来提升车祸事故的时候 救援倾斜的技能 强化队员救援观念 协助消防救护的技能 这次的训练主要是针对 我们的车内脱困 人研救助 我们请消防局派我们的装备车 来教大家如何使用搭配 未来我们也将会陆陆续续 多办一些这种课程 让弟兄们更有实战经验 然后做辅助消防的工作 台九县救难协会 特别邀请了消防队 教官与内聘讲师 办理救援专业研习活动 协助消防救护的技能 增进车辆事故时的 邪情救护专业知识 与灾害紧急应变救护能力 那因为我们平常的警消能力不足 那平常也是很仰赖这些救援团体 那我们平时就会跟台九县配合训练 那像今天训练的是车祸救助 跟绳索救援系统 那就是现在就是在操作 模拟那个假设 我们有人掉到桥下 或掉在一些地区的时候 那如何使用管道车 把人去用那个单架 把它拉起来这样子 近来消防局积极协助民间救难团体 办理各项灾害救援的训练 建构花莲县各领域强大的救灾团队 在灾害发生时 各专项名利团体可发挥专长 一同守护来保卫花莲县民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